有请我们东山校长 那在我们东山校长还没有致死之前 特别要感谢学校玉才对东山的谢谢 因为玉才跟东山缔结解门校 今年刚好是第十年 刚好满十年 玉才学到东山之后都非常的棒 每个学生都情分向学 都在现在各行各业都表现得很好 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东山校长 陈校长谢谢 班长先生长还有会长 还有我们的学生校友 还有玉才的老师们 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今天是我们玉才六四周年的校季 也是母亲节的前夕 那我想在这个很重要的时刻 也可以见证我们玉才六四周年以来 创校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还有他的一个成果 那有幸呢在上一周 我们在我们通校长连任的这样的一个 里面担任我们的理学的委员 真的非常非常荣幸 也知道了我们玉才从创校一直到现在 所历经的这样的一个艰辛 那我也知道我们刚开始创校之后 那时候胸育小学才开始盟牙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郭董事长确实非常的 对这个学校付出很多 那从我们东山上个礼拜的 50周年校庆里面 我们也回顾我们50周年历史 跟我们玉才六十四年了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确实我深有反处 那我想两校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就是校庆也是都是在同一天 所以真的有时候很抱歉 就没有办法过来 今年正好我们改了时间 玉才也改了时间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相同的理念 确实那我想说我们应该 姐妹校应该常常的互动交流 这样子就是孩子们也可以受益 之后有需要东山地方都不要客气 东山就是我们人数比较多 也资源比较丰富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 我们可以让玉才这边 大家互相交流的地方 那我们的学校拜学非常非常的用心 在玉才我看得到 从整个校园的氛围里面 还有老师们非常的热忱 我认识了我们玉才的老师 他告诉我 他非常非常的热爱玉才 让我觉得这样的老师 真的是学校对待老师们 真的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照顾他们 老师也才能够很热心的 在照顾我们的孩子们 所以在这边呢 从影片当中看到老师们 这样用很用心的 来做这样的一个影片 还包括这个爱 我们玉才就是说 是一个有爱的学校 包括我刚刚里面看到的影片 对我们打扫的阿姨 也非常非常的尊重 所以在这边呢 让我深刻感受到 这是一个友善的校园 所以呢 我们两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都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真的非常有幸 可以玉才 地姐姐妹校 那我也希望说 我们两校的友谊长成 那在汤校长 郭董事长的领导师下 我相信玉才 校务蒸蒸日上 好 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祝福天下的母亲 母亲姐快乐 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 欣详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那个 感谢我们 东山陈校长 对学校 对玉才的祝福 那玉才呢 跟东山地姐姐妹校十年 同时也和另外一所 姐妹校南山中学 也地姐姐妹校十年了 那都在同一个年 近地姐的 那我们欢迎 南山中学蔡校长 大会主席汤校长 郭荣誉董事长 副董事长 家长会徐会长 还有我们与会的 贵宾师长同学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玉才小学 六十四周年的校庆 那南山中学 与玉才小学是姐妹校 本来应该亲自到场 来表达祝贺 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天没有办法到现场 所以透过视讯的方式 表达祝福 祝福我们玉才小学 生日快乐 校运昌隆 校庆活动圆满 顺利成功 所有的师生 贵宾 大家都能够身体平安 健康 万事如意 玉才生日快乐 祝福大家 谢谢 那玉才小学呢 在5月7号也要满64岁的生日 也利用这个机会 祝我们玉才小学生日快乐 校运昌隆 谢谢